时鸽九华 断臂的三英招总算再度登场 和和他一同前来的 还有大忽悠季贺 大家好我是阿树 电局人157华 升学自尽一根心 在开始本化前 我简单帮大家回忆一下 三英和季贺到底是怎么混在一起的 之前在下路的末篇章 电局人冒死救下三英 两人也有了一点战友般的感情 三云于是想报答电局人 随后在135华 季贺闪现到三英家 忽悠他和战争说 只要干掉黑剧 就能救下红锯 也就是三英想拯救的那个电局人 这也是之后 触从三英加入电局人教会的核心原因 至此 季贺便把三英拉上了贼船 于是在上一话 电子被公安抓住时 季贺向三英耳边吹风 告诉他电局人的下落 诱导三英下场救人 因此在本化开篇 季贺带着三英 来到了关押电局人的基地 耍痛吗 季贺问道 三英则表示 比起断了条胳膊 他更关心 为什么他俩穿的校服就来救人了 季贺说 那是因为这样就不会引人注意 毕竟 之前经常有学生会来这边参观 而且正常情况下 他们再往前试补 就会进入监视区 然后公安的指挥士 便会下令开枪干掉他们 只是 战争突然上线 以季贺的称呼 质问电局人具体在什么地方 但季贺并没有理会 直到战争 又喊了一遍 季贺的人类名字 季贺 才得到答复 这里季贺对恶魔名字的武士 不知道是不是什么伏笔 而季贺则表示 电局人就在地下三层 要想闯进去 只能强行破坏入口 这个苦力活就靠三音了 那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三音还是有些犹豫 毕竟被公安几天砍了手 害怕呀 于是他再次向季贺确认 是不是只要打倒电局人 就能让他回归普通人的生活 这对到季贺肯定的答复后 三音一咬牙准备上了 心里还默念 电局人救了自己这么多次 这次无论如何也要轮到他来施救了 于是他快步向前 走进公安的火力覆盖范围 而控制室的人在短暂的犹豫后 依然选择对两名高中生装扮的女学生开枪 一瞬间机枪出现 可令人意外的是 对准三音的机枪并没有开火 而且造型还有一些古怪 枪膛上竟然刻着一万的字样 季贺则很贴心的解释说 这是因为三音的银行账户上 有133万的日元 都是他成为电局人教会的门面担当的通告费 以及教会的援助资金 而集合之前又准备了一份购买协议 让三音签字买下了公安的武器系统 于是在三音的认知里 现在这几把指向他们的枪 都是三音花钱正达光明买下的东西 因此下一秒 三音顺理成章 发动战争的能力 指挥着这几把升学资金枪反杀对方 几下被把公安打门哄烂 看得三音兴奋不已 一同开心的还有战争 因为他的能力显然是变强了 这一切也正如季后所料 随着人类对战争的恐惧增强 战争恶魔的能力也被增强 三音现在已经能够不用接触食物 就把他们变成自己的武器 与此同时公安基地内 警报声响起 广播里要求所有员工备好枪准备战斗 控制室内的公安 也认出了电局人教会的门面担当三音 甚至以为三音是来解救 被关押在这里的教会干部的 而三音这边呢 则是继续和季后向前 并要求季后也要出手战斗 可季后表示 他是王牌 要留到最后才动手 所以现在三音自己要小心一点 可不出意外的 意外发生了 三音一个没站稳摔倒 吸引了所有公安的注意 这就摔倒个再次立大功 于是季后不装了 掏出一个黑色的物体 怕不是又要召唤出 下落恶魔级别的怪物 至此 电局人157话结束 好消息 下周不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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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不休看